Hello 大家好 我是Aki 我是Aki 终于要到基隆宇了 算是我第一个外岛景点 虽然升旗过程当中有点不顺利就是了 不过最终还是让我后补上 可以顺利登岛 去基隆宇最主要的登船地点是在碧沙鱼港 这一集就是要告诉你如何搭车到碧沙鱼港 周边环境以及订票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 下一集才会带你到基隆宇哦 我们先从大车开始吧 市府转运站就在捷运市政府站2号出口 1579的大乘处在11号月台 1579的班次很多 平均20到30分钟有一班车 现在我们就过去碧沙鱼港哦 我已经到渔获直销中心就是碧沙鱼港车程约50分钟车只60元 下车之后我们往回走前面就是碧沙鱼港的大门 前面就是碧沙鱼港的大门口返回台北的站牌在那边 你要搭1579回台北有一点要注意哦 它没有停靠市政府转运站 你可以在捷运中校敦化站下车 我们就走进碧沙鱼港看一下环境 这里也有停车场计时1小时是30元 走进来你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很可爱的鱿鱼造型 从那边进去可以到他们的鱼室还有餐厅 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到码头 这里就是碧沙鱼港的码头 要去基隆语都是在这边登船 不管你今天是跟哪一家业者订票 统一都在这边登船 接下来就是票价的部分 不管你今天是要走二合一、三合一还是四合一 不管哪一家业者票价都是相同的 这是透过基隆市政府协商后的价格 是供订价 而这些业者也是经由基隆市政府合可的才有办法登岛 现在你对碧沙鱼港是不是有点概念了 我们来聊一下我的订票经验以及注意事项 我是选择在假日出发的 然后呢我是候不上去了 因为假日的票真的是太难订了 如果你本身是上班族 那又休休周末的话 你现在就赶快订票 两个月后你就可以顺利登岛了 我通常都是平日出发的啦 那这次因为是有朋友要一起去 他也是上班族 他也只有休六日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提早两个礼拜 至一个月之前 我就赶快去上网预约 结果在预约系统中发现啊 没想到近期一两个月的假日 通通额满 你没有听错 通通额满 那怎么办呢 好那我就去基督市政府 找一下所有的业者的清单 我一家一家慢慢打 那得到的答案就是说 啊额满咯不行咯 已经没办法上去了 不然就是说 啊你要教室去哦 那你可能要提早两个月就要预约咯 假日没了啦 都是这类的答案 最后我只能选择用后补的方式 那我只能说 我在某月某一天 我就要是这两天 如果有位置的话 就赶快通知我 那最后就是很幸运啦 有一家业者 有那个游客 退票了 我就顺利递补上去 也就是说为什么 这几天我就要顺利登岛了 所以呢 要去基隆宇的朋友们 就赶快预约 那如果是平日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平日的船票船位还蛮多的 基隆宇每日限额1200名 采取网路实名预约的方式 比较安心 不要像我每天都在等电话 厚补厚补厚补 很累的 每年基隆市政府都会审核一次业者 也会提供新的名单 基本上变动都不会太大 那目前都有三个搭乘地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耳熟人响的 壁尺埃渔港 那第二个呢 大家也都会在这边搭乘 那就是小亭码头 他就在海洋广场 附近就是基隆火车站 而最后一个就比较少人知道 在和平岛的八尺门渔港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渔港出发 总而言之呢 都是要跟业者先报名 申请过了和可才有办法登岛 基隆雨是没有任何遮蔽物的 所以你要带一些防晒用品 水 一些吃的东西 但千万不要把垃圾留在当地 尤其是水 多带一点 还有啊 你本身会晕船的话就带晕车药 其实还好啦 反正晕车就吐在海上 没有啦开玩笑的 不要乱来 我个人认为登岛最适合的月份 是在四五月或者是九十月 除了气温不会这么热之外 还有季节限定的花种 像四五六月 你在岛上可以看到野百合 而在九十月呢 你会看到金花十帅 每一家业者的行程 出发时间点都不同 你可以在网路预约系统去做查询 有的就很早 早上八点就出发了 像我是选择三合一的行程 早上十点出发 预计下午一点半 回到必杀鱼港 我会把网路预约系统附在说明栏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进去查询 很希望登岛的就尽快预约 当然啦 平日的名额越多 假日的名额就越少 这是不变的道理 好 希望这集就有帮助到你们 我们基隆语见 拜拜